先前高麗菜呢因为产量过剩功过于求 导致菜价直直落 在南部呢发生了高麗菜价格崩跌 新北市淡水区的水队里长孙立民 为了帮助高麗菜农 特别认购了20箱的高麗菜 在里办公室的门口全都免费发送给民众 而当天呢就有许多的这个里民到办公室来领高麗菜 直说呢这个里长除了很会做事之外 也很有爱心 一大箱的高麗菜就堆放在仓库里头 而这里是新北市淡水区 水堆里里长孙立民的里办公室 而里长可不需要来转行卖青菜 而是为了要帮助高麗菜农所认购的20箱高麗菜 而这么多的高麗菜就发送给里内的居民 让他们免费来拿取 没有因为因为南部地区啊 现在目前就是产量过剩啊 然后一些菜农也是菜价都崩盘 那我们就是趁这个机会想说 跟他们购买一些 然后还可以分享 过剩的那个高麗菜还可以分享给我们里民 大家做分享 我觉得这也是一举两得的事 对大家拿回去就是做分享啦 帮忙吃啦这样子 里长表示由于先前在南部发生高麗菜价格崩叠 一颗不到20块钱看到农民放任在田里面不愿意采收 因此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来帮助这些菜农 则是购买了20箱的高麗菜 每一箱里头最少都有7到8颗的高麗菜 全都免费的发送给民众 而当天就有许多里民来到办公室领取高麗菜 只说里长除了很会做事之外 也很有爱心 他帮一些高麗菜农帮助他一些收入 不然如果价钱太低的话 他们连工本都不够 对对对 这是里长认购这个爱心来发给所有的里民 对对对 所以很感谢里长 对对对 再回去就有高麗菜可以吃了 谢谢啊 感恩 感恩啊 高麗菜感觉如何 真好 真好 什么 啊 怎么好 就送我买买 由于中南部高麗菜因为产量过剩 供过于求导致菜价值值落 而里长除了购买这些高麗菜 也能够分享给里民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在发送的现场 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拿到 每一个人现拿一颗高麗菜 而这些高麗菜也在这两天内发送完毕 藉由这样的活动来帮助高麗菜农 将这些爱心分享给里民 记者许端一 但是采访不到 我们在这些电视帖之后 我们在这些电视帖之后 成了几乎的第一个捷录